除草剂在日常生活中属于常见的农药 不过许多民众常常在非农地的地方使用除草剂 违法同时会危害环境以及人体 那么花莲县政府为此也特定制定了 花莲县非农地使用除草剂管理自治的条例 那么也规定了八大区域禁止使用除草剂 如果民众违法最高将寄出十万元的罚款 除草剂在日常生活中属于常见农药 多用在农地消灭或抑制植物生长 不过这些除草剂的成分会带给人类身体巨大危害 农委会已经在2017年公告禁用使用巴拉挂 先议员杨华美在议会提案争取定地自治条例规范 经过专家学者跟县政府相关单位讨论之后 花莲县环保局在去年7月已经制定 花莲县非农地使用除草剂管理自治条例 一般的非农地的地方像是公园学校 像是道路用地旁边的那个草地 那或者是牧原等等 那这些地方其实都不是农地 所以它其实是不可以使用除草剂的 那除草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它其实有可能会破坏神经 或者影响水环境以及土壤的各种的状态 那所以为了维护人体的安全环境的保护 以及生态的保育 那我相信我认为这个除草剂的这个自治条例是非常需要的 花莲环保局也表示自治条例颁布以后 对于非农地使用除草剂是有相关的法则 花莲县呢就是在全国第四个来公布这个 非农地的这个除草剂的使用的一个自治条例 那这个自治条例里面主要就是规定 就是说我们花莲县有八大领域 这个八大领域呢就是包括公园 学校 社区公共的领域 医院 道路绿地 公募园 还有就是经人为规划的 这个西畔还有坡地 都不可以来使用除草剂 那另外呢在就是贩卖端的部分 我们也跟就是农药行这边要求这个农药行这边在贩卖给 在贩卖除草剂的时候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比如说我们在贩卖的对象的部分 一定要就是超过18岁 而且实际从事农业的一个人员 那或是说农药带喷业者才可以来这个买除草剂 那买的时候呢需要做一些登记 那让这个除草剂这个使用的一个来源能够溯源 花莲县被农地使用除草剂管理自治条例规定 花莲县内的公园 学校 社区公共领域 医院 道路绿地 公募园 经过人为规划的西畔 坡地等特定区域或者是其他基于公共利益考量 特定区域的环境 杂草管理清除 都禁止使用除草剂 违法者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至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